当下,尖石战斗机生产,正在稳步当中,特别是尖10C战斗机型号,据称以每月最宽六价的速度进行生产,今年会有大批的尖10C战斗机服役,并且肯定不会像尖10B战斗机一样只是固度的型号,尖石战斗机还有完美的型号出现,那且是加装矢量推进发动机,在尖石战斗机。 但是没有具体型号,但是大家都猜测了尖10D型战斗机,其主要是太航比发动机的基础上加装了石量喷口,并且具备上下喷口旋转30度,叶片制造厚度和精度,原地117F石量发动机喷口叶片要好。 现阶段,中国空军主力东面主要面对的包括了韩国空军,日本航空自卫队,美军队西太,还有中国伊省空军。 特别是升级后的F-16V,假装为F雷达,2018年第一架F-16V战斗机已经完成首飞,全部改进工作计划在2023年完成,第一批改进数量为四架。 从2019年开始,中国这个省份的空军,可以接收24架F-16V战斗机,同时美军计划将F-16V战斗机概念推销给日本、韩国。 毕竟这两个国家,都是用F-16战斗机,或者利用F-16发展出来F-2战斗机,F-16V战斗机主要是换装了NAPG-183AESA雷达,数次换号电系统,联合头盔显示器。 据称这款雷达技术延伸之F-22、F-35战斗机,中国空军的殲-10C战斗机、殲-20隐身战斗机、殲-036战斗机,都是有源向控制雷达。 从数量上看,中国拥有有源向控制雷达数量,将大大超过美、日、韩等国家和地区,加一起他们的数量又远远不及中国, 同时美军还在推销ARM-9X近距离格的导弹,中国空军对应的型号为霹雳辐蚀,还有先进的反辐射导弹,中国空军对应型号为银-91,杰达姆维星制导炸弹,甚至防去外空头的远程空对地导弹,美军保证F-16V战斗机提升两倍。 总体看上去,美军的战斗机技术和中国空军都处于一代,但是近期F-16战斗机屡次出问题,机体可以确定是非常老旧的,而中国空军的战斗机都全新的。 刚刚装备,机体年龄不超过5年,从现阶段看,机动性上歼10C与F-16V战斗机旗鼓相当,得益于歼10设计,11加到三角翼,并且机动性上很多方面歼10还占据优势。 虽然F-16没有换装新新发动机,但如果使量发动机测试成功,歼10D信号出现,那么坚实机动性能,会大幅度超越F-16V战斗机。 2018年8月25日,泰国空军公开自己与中国空军连演的照片,这一次中方出动还是坚实战斗机,这也是因为之前出动的坚11A战斗机与泰国英诗战机相比。 全数字化的英诗战斗机占据了很大优势,缺乏隐身性能的早期版坚11A战斗机很容易被率先探测到,随后英诗战斗机会用远程空空导弹直接打击。 之后中国空军使用坚实战斗机,双方航电性能不差距太大,本身现代空战,除了要求拥有机动性好吧,航电设备是必不可少的,因此早期速到二十七, 坚11A战斗机面对着F16V,这种超级改进战斗机是没有优势的。 这次泰国还出动第一次出动阿尔法高级教练机,一般教练机的机动水平很高,特别是可模拟三代机动作,为的就是训练,坚实第一次合法国制造的阿尔法教练机合练,为了填补机种对抗中出现的演习空白,这间接都说明了坚实机动水平。 因此战机已经对抗不了,或者说对抗缺陷,需要其他机种来模拟对抗。 从生产时间来看,歼10C战斗机航电系统,必然是全数字化的。 目前歼10C战斗机,据称大约有120架,在数量上已经超过对面中国一省全部F16V数量总和,并且加速生产后在明年,会超越日本航空自卫队F2数量,后年超过韩国空军F16战斗机数量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